前方汽车路口减速 蓝色火车闪避不及 打滑到外侧车道 180度大旋转 猛烈撞上一旁蹬住 后方骑车来不及刹车 连人带车猛撞车头 一度被卷进车底 差点被碾过 9号傍晚5点多 台北市民大道八段 工程车闪车失控大回转 幸好没有酿车严重死伤 而在嘉义林森东路 冰浪潭前两人在聊天 突然一辆车喷飞过来 连人带摊位直接消失 一堆格西全都喷进屋里 一台车回转 然后滋行很快来就撞在一起 换个角度看 送货员正在下货 这时突然摊位砍棒 全喷飞满地 当时路中央两车对撞 其中一辆车喷转路边 送货员无辜遭殃 而在新北市淡水 黑色脚车滴滴冲跪去 猛撞带转去的机车 骑士被撞上一路滚 甚至惨被拖行近30公尺 18岁大学生刚拿到驾照 在同学出游 转烂10辆机车 甚至将无辜骑士 卷进车底一路拖行 更利器事故载云林 滚滚滚轮胎大逃亡 从富康巴士解体独立狂奔 黄德的女骑士还一路看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撞上 好在当时并没有用路的人 遭半岛发生交通事故 才没让意外小插曲 称多命凶器 今天黄明君彩山 才能报道